接下来咱们稍微切点这个葱姜 接下来咱们把洋葱切成块 接下来准备点姜 咱们给它切成片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个小盆 来点干辣椒 来点花椒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给它先泡上20分钟 一切准备就绪 咱们先把洋葱给它焯下水 水开后咱们把烧好的洋葱给它搂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两三平热 咱们把切好的葱姜蒜给它下到锅边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炒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平仙豆瓣酱 来点黄豆酱 炒火咱们给它炒香炒出红油 炒香以后咱们把泡好的辣椒和花椒给它下到锅中 继续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 然后八角桂皮香叶白芷炒火肉扣 花椒山奈小胡香 还有凉姜山奈黄制籽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最后咱们把胡椒粒给它下上 然后稍微给里边来点生抽 来点老抽调一下颜色 由于酱里边这个本身就是咸的 所以咱们的盐可以少放一些 接下来咱们大火上菜 小胡给它压上一个半小时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来一个羊头简单对付一口 最近很多朋友说我瘦子像枝头 所以咱们今天来一个胡辣羊头 还一个 nice 你别说这胡辣羊头还多少点辣 超级完美 里面拌有羊肉足有的香味 这块是羊的后脑勺 很酷 吃 啊就是太烫了不然 不然抱着看整个一个酣畅淋漓 再来来一个这个 这就是羊的下饿 好酸啊 幸福 这羊舌头 嗯 汁头里边晕含了几个骨头渣的 影响我发挥 双 来点冰窝落 双冰快乐 双冰窝落 双冰窝落